三线翻多涨上去,三线翻空跌下来 一旦股票要完成趋势翻扬 筹码安定以及动人充沛的三线翻多 绝非容易的事 有时股票甚至下跌了一年之久 也还是无法达到三线合一向上的理想状态 三线翻多不仅仅需要市场趋势的支持 还需要稳固的筹码基础以及强劲的动人推动 一旦三线翻多,并且成功克服压力 股票将会迎来一波大涨 相对而言,若股票处于趋势向下 筹码凌乱以及动人不足的状态 可能意味着股票面临着更大的下跌风险 这种情况下,持有这类股票的投资人 应及早考虑出脱医避免进一步的损失 对于尚未进场的投资人,则需谨慎选择时机 不要随便在这个时间点进场抢反弹 以免被套牢住 若想要更稳定地在股市中投资 投资人可以透过股神系统观察股票的现行是否完整 进而更有效地选择进场或出场的时机 降低投资时所需承担的风险 提升获利的可能性 张雨鸣分析师在YouTube频道里面 搜索的关键是 然后完成订阅按小铃铛就可以 持续来观看追踪张雨鸣的YouTube频道